啊 在即Word、Rust等生存遊戲大紅之後 在上週又有一款開放世界生存遊戲問世囉 這款遊戲就是以恐龍為題材的 ARK Survival Evolved 在一個滿是恐龍和原始動物的ARK小島上 玩家將扮演突然在島上蘇醒的男男女女 透過狩獵、採集、製作等方法 試著在這個危險又美麗的島上存活下來 當然只是生存的話一點心意也沒有 方舟生存進化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小隻不會飛的嘟嘟鳥 大隻能夠輕易撞飛你的三角龍甚至雷龍 都可以透過一種叫做馴服的系統來收歸己有 而實際的做法就是讓玩家透過彈弓或是麻痺毒箭等等 能夠製造暈眩值的方式來攻擊目標生物 一旦累積了足夠的暈眩值 目標生物就會倒下熱泥宰哥 這個時候只要按照他們的設食屬性給予不同的食物 並且等待一段時間 就可以成功的將他們收入你的寵物裡頭囉 但要注意的是 暈眩值會隨著生物倒地的時間而逐步回復 如果在暈眩值低於某種程度之前 還沒有完成馴服 生物就會有機會脫離暈眩狀態離去 所以為了防止他們起身 準備大量能夠增加暈眩值的麻醉藥或是黑色莓果 可是不能少的喔 不同的龍或生物都擁有各自的生態與行動特色 像是三角龍的範圍攻擊 能夠幫助玩家快速地掃蕩怪木叢收集果實 迅猛龍的敏捷可以帶玩家快速地移動 而烏龜則擁有高生命和載你渡水的特性 由於目前遊戲還在開發中 製作團隊正不停地追加全新的龍種讓大家驅服 如果對於這些可愛的史前生物有興趣的話 不妨先用Steam的搶先體驗版來與龍共舞吧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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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特別 廣告 感谢观看